打电动也能成为专业技能 苗栗县军艺高中拥有全线唯一的电竞教室 多媒体技术科也增设电竞特色课程 并且由学生亲自操刀 筹划办理多彩多姿的电竞比赛 从主播赛评宣传等等全由同学一手包办 用实战加强实作经验 放射攻击每一步都得步步为因 绝不能让敌人有机可振 双方打得激烈 加上主播精辟的解说和转播 令人仿佛生理其境 苗栗县军艺高中 第四届多彩多姿电竞大赛正式开打 那事实上我们学生不是只有当选手 他还有什么OV啊 什么剪评赛评啊 主播啊主持人等等 他很多的各种能力要去学习 所以我对孩子来讲 他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不同能力 那对他未来就业是绝对很有帮助 军艺高中多媒体技术科 赐资三百万打造全庙立线 唯一的电竞教室 两个赛区比照国际电赛的规格 班比赛为增加学生的时辰经验 校内电竞比赛由同学们自己抄刀 二年主班比赛就是什么都是由我们自己来 我们会分成OB组 然后主播赛评主持人摄影跟宣传 大家都分开练习 还有设计 就是从一开始画画 然后到最后我们每一个场景 跟主持人的写稿练习 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来 然后老师是在旁边做协助而已 从主播赛评摄影宣传 每一位同学各司其职 各有各的专长 就像是做直播组啊 或是在网路上做什么 就是YouTube那些的 或是你在幕后帮忙做剪辑拍摄 那些都有 都是跟我们多媒科有相关课程 以后出去都会就是有大学啊 或是有工作 这样会有会刚刚好可以铺陈接触 不但是校内比赛由学生筹办 校方更多次承办线内 各大型电竞赛事 经期配合3297年节 也会协助救国团办理比赛 逐步展现出电竞人才培育的成果和实力